祖母一百岁每天四小时跪着念佛 一百岁四小时跪着念佛 赞叹吗 最后有没有往生 哇一定啊 真的 他一百岁凌晨两点多 他跟佑人说佛来了我要走了 无疾而终自在往生 他除了休息啊 睡着了就有点像波罗这样 睡着了 然后睡醒了又念 一天到晚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佛号一句佛号不令间断 宁光大师说他做到了 你们有没有归着念佛 已经很舒服 还一直隆重点 该痛的地方痛 不该痛的也痛 你们加油 坐着念已经很舒服了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好好这样子念 好好地念 最后有没有把握 如果你们这样用功的话 有 有 我一定接的 不然就太难取了 你们如果这样用功 你的人花有没有开大多一点 有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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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有开了 今天一定开得更大多 要有生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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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